二战军工产业的巅峰之作 德国古斯塔夫巨炮 世界上最大的可移动火炮 这款火炮的射击目的是给前线的部队提供一定的火力支援 火炮的口径是800毫米 重量则是1350吨 可以将7.1吨重的穿甲弹 以720米每秒的射速投到37公里以外的目标点 还可以将4.8吨重的高爆弹投到48公里 射速达到了820米每秒 1942年3月 古斯塔夫巨炮不远万里被送到了克里米亚战场 光是负责运输它的列车便有足足25节 加起来有1.6公里那么长 最后在6月5日到6月17日 发射出的炮弹成功地摧毁了苏军 用10米后混凝土保护着的重要军火库 但它有个致命缺点 便是发射完48颗炮弹后 巨炮的抛管便会全部损坏 而且因为它实在是太笨重了 运送的时候会很麻烦 很轻易就会变成敌方空军进行轰炸的目标 不过古斯塔夫巨炮依旧是二战当中 威力最大的武器之一